我現在手上是三支是眉筆 藍根修眉毛的剪刀 然後這是手工的針片 戴著口罩的點點 介紹著美妝香蕾的工具 愛美的她正在學習美容相關技能 圓圓的眼睛高挺的鼻子 是大家眼中亮麗的女孩 然而仔細看她的手臂會發現 老天爺在五年前 開了她一個天大的玩笑 泰北茨基醫院急診室 短時間內送來12位 因為八仙塵爆而燒燙傷的患者 從那一刻起 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醫療團隊每天竭盡所能的 給予這些年輕生命最好的照顧 當時的點點全身燒傷面積高達65% 經歷裝置葉克膜 洗腎 直皮 換藥等艱辛的過程 八仙塵爆的出院記者會 好在醫療團隊的努力與死神拼搏 一百二十五天 最後順利出院 很謝謝他們 就是都沒有放棄我們 然後都 想抱抱我們醫療最好 然後就很謝謝大家 找到他的眉頭還有眉尾跟眉峰 然後這樣可以畫出那個眉毛的 那個黃金比例 出院後的點點努力復健 走出城堡的傷痛 現在練習幫媽媽畫眉毛的他 就像是獄火過後的鳳凰 朝向新的人生邁進 可以有一家 有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就可以幫別人用 然後可以幫自己用 八仙城堡 雖然讓應該色彩繽紛的青春 蒙上陰影 但有著醫療團隊與志工 愛的陪伴不親眼放棄 讓生命再次充滿希望 真的很謝謝 很謝謝刺激醫院的這些 幫助我們的人 感謝醫院 感謝家人 感謝朋友